美亚书展的主要内容一共有七大类,包括商务经济、社会、人文科学、数学、工商管理、医科以及自然科学,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等。 今天展出的一共有2500多本书,都是最新出版的国外书记。 这个展出的主要目的是供各界参观之后,能够让有关方面,例如学生机构等作为一单挑选,将来他们可以进口并且申请三版权。 今天展出的是预展,政治展览将从理念体连续执行11天。